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 先生 早兩天就看了 Deadpool 2 今次這條片就和大家講下 Deadpool 2 的無劇透影評 Deadpool 1 集以 5,800 萬美金的超低預算 在全球拿了近 8 億美金的票房 當然是會令 Fox 落手落腳拍續集啦 但俗語都有說電影的續集是最難拍的 要保留觀眾喜歡的地方 又要加入新元素和新角色 Deadpool 2 的 trailer 一度都令我很擔心 加入那麼多新角色來組成 X-Force 而且還是一堆知名度不算高的人物 簡直就在玩命 電影會不會好像 Suicide Squad 一樣有很多角色 但大部份都沒有什麼發揮呢? 上集最主要就是 Deadpool 的起源故事 不需要很多支線情節就可以足夠支撐這套電影了 來到第二集 觀眾其實已經知道 Deadpool 是怎樣 所以主要是會交代 Deadpool 所遇到的冒險故事 如果這些情節不吸引 或者新角色沒有辦法令觀眾喜歡的話 電影肯定不會去到第一集的高度 而這次 Deadpool 2 的表現是怎樣呢? 以主要賣點笑位來說是比上一集更密集 去到更加盡的 雖然香港觀眾應該只是名當中的六七成 但總體來說都是比上一集的笑位來得精彩 不過有些笑位的模式就是源自上一集 所以來到第二集出現同類gate 位的時候 就沒有第一集聽到的時候那麼有新意了 劇本裡面有很多有心思的致敬和彩蛋位 而一些真的要觀眾非常熟悉電影和流行Meme 才可以全部領會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另外一條片看一看彩蛋的分析吧 就故事先來說我是喜歡第一集多些 第一集開場的高速公路戲 中段因為想醫好癌症而受的苦 對於異變了之後新身份的探索其實都很深刻 而今集配角的故事算是劇情工具比較多 所以在其他角色心理描寫的專注度就沒有上一集那麼好 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 Deadpool 的成長和改變 整體來說今集劇本其實已經算不錯了 由上一集的主族愛和 Vanessa 相愛 到發現有癌症到決心為愛人去接受試驗 都醫好了但又因為樣子而不敢見 Vanessa 每一段都很浪漫和很入心 而到了 Deadpool 2 加入了家庭這個題目 不單在愛以愛 加多了一項劇本元素 Cable 在未來回來是為了家庭 Russell 亦都因為缺乏家庭而變到現在這麼脾氣暴躁 Deadpool 為了愛而學去善待其他人 和其他角色開始 linkage 建立家庭 圍繞住家庭這個故事主族 亦都加深了角色的關係和感情 豐富了整個故事 亦都豐富了 Deadpool 這個角色 Ryan Reynolds 的表現和第一集同樣出色 可憾的是今集也有很多 Ryan 可展現內心感情的戲 而不僅止單單多嘴和滿足視覺刺激的動作戲 而George Brolin 近期可惠老是常出現 命氣飄防雙修 剛剛才在 Avengers 那邊大開殺戒 在 Deadpool 2 就做整個未來戰士那款的Cable 他的表現都非常之好 各種打鬥的場面都有 不要忘記 George Brolin 已經50 歲了 他都有幾幕感情表現的氣氛 角色其實都非常討好 可惜的是漫畫內的Cable 更加高大 Joss 比起上來就差點點氣勢 而導演就是拍過 John Wick 系列的 David Leitch 令到我很期待這部電影的動作場面 但可惜的是沒辦法像 John Wick 一樣有風格 幾幕的打鬥都令到我有點失望 反而 Domino 的戰鬥設計就更加有趣 總括來說電影作為逐集電影我是收貨的 有張第一集觀眾很喜歡的元素 全數放在第二集裡面並且有加強度 笑位比上一集來得更多更廣 故事內容比上一集來得豐富 Deadpool 這個角色也有一個很好的成像 如果你還沒接觸過 Deadpool 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看完第一集 再來欣賞 Deadpool 2 它是一套絕對可以令你笑得很開懷的電影 和其他超級英雄電影真的非常之不同 今次我對於 Deadpool 2 的影評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請按LIKE 分享這條影片給你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Sam先生 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下次有新的影評或新的電影推介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而我亦都做了一條關於 Deadpool 2 的彩蛋分析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條影片 接下來會做更多關於電影的影片 大家記得一定要留意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請小鈴鐺